好玩来 崔晒晒这节课要化身为指路明灯 带着大家一起看看咱们小学书论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 咱们的寒大课题呢 其实就两个专题 一个叫形成 另外一个叫书论 主要就是围绕这两个专题里面特别麻烦的一类问题进行的 哪一类问题呢 书论里面咱们要讲到余数 它的用法有很多 今天余数问题一让大家看看 余数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咱们的考点就三个 OK 哪三个呢 第一 叫做带鱼处法 带鱼处法说的是什么意思 OK 可不是海里游的那个带鱼 是带着鱼数这样的处法 咱们大概二年级就学过这个公式 什么公式 被处数除以处数等于商 鱼 鱼数 OK 一听还真是二年级学处法的时候学过的 对吧 所以今天咱们跟鱼数有关的专题 它的内核核心部分的内容简单至极 咱们学过很久了 这些东西写在前面的叫被除数 中间的叫除数 这儿等于商 最后等于鱼数 那要问大家 这里面四个数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 小关系 你能特别特别清楚的答出来吗 比如说这里面一般说来最大的是谁 一般说来最大的肯定是被除数 对吧 后面那几个数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很明显除数和鱼数之间 他俩之间要分一个大小个的关系 谁是大的呢 肯定除数要比鱼数还要大 比如说除以三 鱼五 除以二 鱼七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吗 当然不会 咱们管这节课里出现类似这样的话 比如说除以三 鱼五 鱼数比除数还要大 这样的话管它叫火星解 OK 好 那咱们来看看 这时候除数一般约定俗成都会比鱼数要大 这个鱼数是几的时候最爽呢 肯定毫无疑问 是零的时候是不是最爽的呀 而且还有一条 这个被除数的A 我除了这种形式还可以表示成什么 A可以等于谁呢 A可以等于后面的上乘以除数 也就是B乘以一个Q 完了吗 没完 最后咱们这节课的主角 这个鱼数是从谁那冒出来的呀 谁带着它呢 OK 如果它是儿子 谁是妈妈 当然前面的被除数是妈妈 所以它藏在妈妈里面 OK 所以再加一个R 也就是最终的鱼数 这才是被除数完整的写法 OK 待于除法 咱们只要复习一下 知道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鱼数不可能超过除数 如果超过的话 咱们就需要把火星文翻译成地球文 好了 第二个叫做鲨鱼出法 凑整除 什么意思呢 刚才咱们提过一句 后面带对这些鱼数 即使咱们再学一百节鱼数的课程 也还是要有一个内容特别明白 什么内容呢 就是鱼数爽还是不爽 不爽 对不对 鱼数是几的时候最爽呢 是零 也就是没有鱼数的时候 大家口头上熟的 没有鱼数的时候 它是最爽的 所以鱼数如果是三 咱们会习惯性的把这个三怎么样 杀掉 把它换成零 最爽 那如果要把三杀掉 换成零 谁也得跟着减少三呢 当然是他的妈妈前面的被除数 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待会做题的时候 一看就能明白了 好 在这不用多说 鲨鱼出发 当然说的也不是海里的那条鲨鱼 第三 三文鱼的性质 什么意思呢 跟鱼数有关的三条基本性质 是咱们这两节课必须掌握的鱼数一和鱼数二里 OK 大括号 前面要说的是 和的鱼数等于鱼数和 差的鱼数等于鱼数的差 还有鸡的鱼数等于鱼数的鸡 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节课咱们重点来演练这三句 比如 举个例子 第一句 和的鱼数等于鱼数的和 三十一除以七 它是一个鱼三的数 我这么写 意味着伤 咱们不考虑 不重要 对吧 主角是鱼数 三十一除以七 鱼三 又是五除以七 鱼二 那我希望同学们现在能火速的帮我扣算一下 如果我要拿三十一加上就是五 这数除以七 是鱼几的呢 OK 用不用把它们俩加起来 再除七 再列数式呢 当然不用 我直接就可以算出来 是五 为什么 就直接把这俩鱼数加起来 是不是就得了 这就叫和的鱼数等于鱼数的和 那它们之间差的关系呢 自然也符合 鱼的关系呢 自然也符合 所以鱼数的性质 咱们三条合起来叫三文鱼性质 其实只用记住一句话 再多俩字就可以了 什么 和的鱼数等于鱼数的和 把这个和换成叉 同样适用 换成鸡 同样适用 对不对 唯独没有的就是商的鱼数等于鱼数的商 为什么没有鱼数的商呢 因为鱼数在做商的时候 极有可能出现分数 这时候咱们的数论里面分数是一般情况下 不允许出现 不予考虑的 所以只要记住和插鸡这叉字就可以了 一句话 顶哪字 或者呢 叫一句话 零一个字 零两点 你看这个鸡不就是在和的基础之上 再多两点吗 你说三文鱼性质是不是很简单 很好记呢 关键得回用 OK 那是鱼数问题二里面咱们重点研究的 好了 下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第一吧 1013除以一个两位数 千万是清楚 很多同学这条题做的经典的错误答案 就是在这儿 算错了 鱼数是12 求出符合条件的所有的两位数 也就是这条题让咱们求除数 求除数很简单 它的文字叙述也很清晰 但是我觉得还不足够简洁明了 咱们之所以学数学 崔帅帅之所以教数学 就是因为觉得数学语言有的时候 比文字语言还要有魅力 还要帅 所以咱们这节课的任务 一看到余数问题 先把文字语言转换成数字语言 怎么写呢 1013除以一个两位数 这个两位数我不知道它是谁 我当然可以用字母来代替 对不对 这就是代数思想的形成 同学们一定要跟崔老师好好练一遍 把不知道的数都用字母来代替 当然最好不要用X 一 因为X和乘号很容易混 二 因为崔帅帅小时候的作业本上得过很多X 是吧 我看的那个字母不爽 好 1013除以A 余数是12 伤 我不知道 不用写 略写就可以 就写成这种形式 余12 那咱们来看看 余数是12 你觉得爽吗 先问自己这个问题 不爽的话 自己大胆动手改造就可以了 余数我希望它是几 最爽 当然是0 但是余数要想是0 它比上面是不是减了12了 余数想减12 能想减就减吗 不可以 谁也得跟着减12 OK 当然是前面的倍数数 倍数数跟着减12是多少呢 1013再减到12 应该是1001 哇 太帅了 所以1001这个数除以A 它是一个余数的 怎么说呢 1001是A的若干倍 A翻过来是1001的一个约数 对不对 那A在1001的约数里面找 不就可以了吗 注意 这时候A得是个两位数 所以把1001的两位约数找出来就行了呀 很多同学想到这儿 大喜过望 立刻往下 穷凶极恶的追赶正下来上去了 却忘了 路上的风景固然很美 陷阱也很美 它就在那儿虎视眈眈的等着你掉进去 这个地方 把上面这柿子改成下面这柿子 有什么问题吗 看起来名正言顺 绝对没问题呀 但是 约定俗成的 咱们刚才说过 除数一定要比余数要怎么样 要大 你改成这种形式 你还能看出来A比12大吗 看不出来 所以后面同学们一定要记清楚 加个小括号 A大于12 这个加不加有什么用呢 两位数一般都比12大 咱们待会来看看 1001 咱们都知道 它能拆成7乘以11乘以13 咱们把他们的两位约数从小到大写出来 11肯定是第一个两位的 然后接下来是13 接下来两两一结合 7乘以11等于77 7乘以13等于91 11乘以13 143 太大了 三位数了 不管它 11 13 77 91 这就是标准的经典的错误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同学忽视了这个细节 不知不觉掉入了买好的陷阱里 OK A里12要大 A在这是11 行吗 1013除以11能于12吗 早就说了这是火星雨 除以11只能写成鱼1 OK 那说明A等于11是一个不称值的错误答案 A比12大 所以13对学习对91对 此题总共有三道正确答案 三个正确答案 看明白了吗 OK 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鱼数 它的性质的运用 带鱼出发和鲨鱼出发的一个简便的运用 把这个电脑极致就是鱼数问题的考法 其实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OK 真的就是这样 好了 那稍时休息 咱们待会继续进行鲨鱼的过程